Hello 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龐德 那我們現在開始到八點了 我們這一個小時的時間是開放現場COIN的 COIN的電話是8369-3398 8369-3398 您可以針對今天討論到的話題 或者是車子有任何的相關疑難雜證 都可以透過這個空中修車場 把你的問題提出來 那如果說您不方便檔要進來的話 也可以到臉書 打入龐德進入我的粉絲團 幫我按個讚 然後在這個裡面提出一些您的疑問 我再盡快給各位做回答 好 我們先接第一位是李先生 Hello 你好 你好 廣大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這台車是TOLOTA WEECH 有21個月是激情車 我通常在外面保養的 但是導彈很厲害就去圓床 好 他是說我那個第二缸 七缸跟第三缸的壓力很低 嗯 他說我在外面保養的時候 那個肌肉融化掉 有這個可能嗎 嗯 還有外面那個師傅說 可能是那個機器門的問題 對 這個這個問題嗎 好好 我知道了 謝謝 其實這個氣缸的壓力 大家可以想像 活塞就在一個密閉的容器裡面 往上 往下 往下的時候吸氣 往上的時候排氣 或者是往上的時候呢 要壓縮嘛 那你看在一樣的地方 活塞就做一樣的動作 為什麼就同樣的動作會出現吸氣 或者是排氣 或者是壓縮 那就是上面的氣門啊 在跟隨著所謂的正式 就是曲軸跟上面突輪軸 要有一定的這個規律 來造成不同的一個結果 比如說壓縮形成的時候 活塞往上行 進氣門跟排氣門都是關閉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往上行 你關閉的氣門 就只剩下空氣壓縮 你沒有地方可以出去嘛 所以你現在講說 剛壓低的話 那當然就是 你要不就是你的氣門 不管進氣門或排氣門 的某一支或某兩支 它其實是關不緊的 或者是說呢 你的活塞本身啊 這個活塞有活塞環嘛 它跟你這個氣缸的缸壁啊 它的接合的面呢 已經磨耗了 缸壁磨損或活塞環磨損 即使你氣門是關緊的 但是呢你活塞上行的時候 氣不是從氣門跑掉 而是從你這個活塞的周邊啊 這個活塞環的地方不密合嘛 氣呢跑到這個底下去了 所以都有可能啊 只是說呢 造成的成因如何 你還是必須把你的氣缸頭給拆起來 氣缸頭拆起來之後呢 先檢查你的這個 用目視看你這個氣缸的缸壁啊 是不是有很明顯的刮痕 如果刮痕的話 那你這個就是活塞這個地方的問題啦 你可能就要做糖缸 把這缸壁做整瓶喔 活塞可能要換一顆 這個活塞環也要換 那如果說看起來缸壁還好 那你就要去檢查你的氣門 把你的凸輪軸都拆掉之後 氣門基本上所有的氣門都是關死的嘛 那16支氣門都是關死的 那透過招有經驗的店都會弄啦 它把這個從這個進氣或排氣地方 倒入一些這個液體 那看會不會從氣門這個氣門座跟氣門接入 那些縫子的地方流出來 就知道是不是漏氣了啦 所以講起來就是說 要不是氣門 要不然就是活塞 那如果是氣門的話 那比較簡單 就氣門去做重建 他們去磨光 去測試 紙漏裝回去 就不會有鋼壓低的問題 那如果不幸呢 是你的下半部啊 是活塞 是這個氣缸壁的話 那就做糖缸 那等於是引擎重建 那當然就比較麻煩 那你說怎麼造成的呢 通常如果機油不好的話 會造成下半截 因為潤滑不良造成磨損 但是呢 跟這個氣門比較沒有關係 那如果是氣門漏氣的話 那通常呢 就是英文的氣門間隙 氣門間隙有問題 它沒有辦法完全關死 然後尤其在排氣側啊 你沒有關死的話 它那個氣門座跟氣門 就會有這個過熱燒毀的情形了 所以總共一句話 你還是要拆激光頭來檢查 看到底是什麼地方 好不好 我們接下一位王先生 哈囉你好 王德哥你好 你好請講 我今年你的節目幾年了 是謝謝 所以你的有些觀點 其實也不是每個都能 大家都能 那當然那當然那當然 這我完全理解 每次講到汽車的這一點 我就 我絕對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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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加油 是謝謝 還有一種問題 還有一種問題 有車 只有開車開了三年 這三年間 我之後 汽車跟腳踏車 兩樣選擇 我沒有汽車這個代步選擇 是是是 其實汽車不是最啊 是說 好像 比較多違規的時候 這樣會造成危險啊 OK 好 這機車很不好的東西 尤其是改裝的機車 這更是這世界上非常邪惡的東西 就跟IS一樣邪惡 謝謝 謝謝 OK好好 謝謝謝謝 OK好好 我們不要說邪惡 我就覺得說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要有人出來面對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很多的機車 我不相信每一個改裝的騎士 它的出發點都是要改來吵人 我想不是 而是因為整個社會環境 對這個事情沒有任何的壓制的行為 他覺得 同學改 那我也來改 朋友改 好像很棒喔 我也來改好了 改就改而已 如果說今天改下去 隨時準備吃罰單 當然還是會有人挺而走險 社會一定有這種人 但是一定就會少很多很多人 很多人就 哎呦 要有罰單的壓力還是算了吧 我只希望有這件事 在我們台灣發生 只是目前看起來 不太容易會發生的樣子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下一位 劉小姐你好 喂唐德您好 嘿請講 我有建議 就算是說要把這個機車降到16歲 我覺得這是反對的 因為我常年是坐美國 回到台灣我覺得台灣的亂象就是機車 而且大家都沒有一個交通規則的關係 他不知道怎麼騎 他是亂轉轉的 所以像我們開車的話就會覺得很危險 還有一個 因為我今天還會回到美國去 那然後呢 我在台灣沒有裝e-tag 就想說反正他會自動會那個 有一次我就到大陸的那個遠傳去 然後問說 我那個有沒有那個經過高工 他說有兩塊錢 可是裡面有繳 所以現在罰70塊 我說為什麼兩塊錢變70塊 這是不合理的比例呀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繳 然後現在我就不知道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說 那我說那為什麼只有兩塊錢 他可以罰到70塊 我不是不繳 如果兩塊錢我是願意繳 可是為什麼可以累積到這麼不合理的這種金額 所以我覺得這是個很有問題的一個制度 OK 好謝謝 這個e-tag 因為已經很長時間 在整個談話性節目後面 沒有人討論這件事情 當時有說得很清楚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不貼e-tag的話 會照著很多的不便 跟增加某些費用 比如說剛才這一位小姐提到 就是說我 只有兩塊錢而已 我很少走 那可能因為處理兩塊錢 就是什麼手續費 什麼掛號 通知費用 什麼都歸你 那就會覺得很不合理 但是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像後來這一東西很多也都取消 取消之後反而就會被人家罵說 那既然貼跟沒貼都一樣 那幹嘛貼 就這個事情搞來搞去 不過目前比較困擾我就是奇怪 我現在明明就已經走了高速公路 走了一個月了 那我那部車是沒有貼e-tag的 居然 我不斷的到便利商店去按 我的車號 它都顯示說沒有繳費 沒有欠繳紀錄 這倒是讓我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們扣定要是028-369-3398 我們接著一位陳先生 哈囉你好 潘德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請教你 那個ABS燈有時候會亮 有時候會不亮 如果它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第二如果相應不理的話 對行車有什麼危險呢 就這樣 好謝謝 其實這個前兩天我在這個電視台錄影的時候 我們在講那個車輛的排名 我來講這個例子 就是我的小舅子 他買那個Suzuki的Swift 那個小車嘛 他當時開了 據他告訴我 就是說他一過保固期 好像他那個車 如果沒記錯應該是說兩年保固 一過保固期 ABS燈就亮起來 就覺得很倒楣 那去檢查呢 就是原廠就跟他講 第一個沒有保固了 你要自費 那他是ABS的那個作動器啊 作動器 不是電腦 作動器壞了 那一顆也好幾萬 那年輕人他買Suzuki的站就是 對不對 本來就是省著用 經濟實惠嘛 那就沒有去修它 然後呢 我們去找拆車鏡 也不容易找得到啦 所以 他這個車已經開五年了齁 他現在已經又開了三年 就一直在ABS燈亮起的狀態下 再開車 那你說這樣有沒有影響 他已經開了三年沒事啊 但是呢 車子為什麼裝ABS 就是讓你在緊急煞車的時候呢 透過這個電腦的釋放壓力 使你在減速的過程當中 你方向盤還可以有做一個轉向 迴避障礙物的能力嘛 你如果輪子鎖死 那你轉的跟溜冰一樣 那方向盤怎麼轉也沒用啊 那你說這個東西 對我小舅子來講他也沒什麼感覺 因為這三年內他都沒有遇到 讓他很用力緊急煞車的情況 所以沒事 但是如果遇到一次咧 然後就因為那一次 他的ABS燈是亮起的 ABS燈亮起表示說 ABS是不工作的 無效的 那你緊急煞車踩 哇那你方向盤轉 哇閃避不了 啊 砰撞上去 造成怎麼樣的死傷 那這個怎麼辦 沒有人會理你啊 因為你ABS壞掉是你家的死嘛 你沒修嘛 其實這個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您說ABS有沒有影響 那我剛才這樣講已經很清楚了 那時候怎麼造成的 那通常是輪速 輪速感應器壞掉是最常見 因為它曝露在這個外頭會風化嘛 那如果說這個判斷沒問題 那就看你的這個電腦是不是有故障 那如果電腦沒故障 那就看這個跟我小舅子那個 ABS作動器一樣 是否有故障 重點就是我要強調 當ABS燈亮起就表示它是不工作的 就像安全氣囊啊 Airbag燈亮起的時候 也是告訴你它是不工作的 今天就算你撞車撞了稀爛 它一顆也不會引爆 除非你去把問題解決 好不好 這次大家心裡要有個準備了 好我們就下一位邱欣先生 哈囉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像這樣子我的車是1990的 Camry 是 那現在我發現有問題就是說 我我這剛啟動的時候啊 嗯 方向板很重 嗯 那個車子可以走了之後呢 可能那個摩擦力變小了 所以方向板就比較輕一點 嗯 那我不知道說這大概是什麼問題 但你車再慢下來的話 車停住的時候 就是車停住要開始動的時候 然後就會這個方向板很重 然後走了就變輕 那你再停下來它又變重 是很重就對了 OK 好 OK好謝謝齁 其實這個不拖就是你的方向機的這個壓力的問題啦 因為方向機它基本上它的這個輔助的力道 是來自於這個由引擎透過皮帶去傳動的一個動力方向機的幫補嘛 它會建立一個油壓 那透過這個油壓呢 當你在轉動方向盤的時候呢 你的方向機呀就會把這個油壓好釋放 釋放去推動你的方向機 讓你就是有輔助就變輕手嘛 那你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剛起步那一瞬間你覺得很重 走了之後又恢復正常 等於說你的幫補的壓力應該是建立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如果說壓力本來就不夠 你再怎麼從頭到尾都很重才對 那現在問題應該是你方向機那一個所謂控制的閥門啦 照正常情況你只要方向機喔 就是你方向盤有轉動一點點 轉動一開始它那個閥門就會啟動 就需要輔助嘛 但現在情況不是 一瞬間剛開始很重 表示那個閥門是沒有作用的 所以我想我的判斷喔 應該是你的方向機呀 要去做更換 那這個方向機像這種95年的Camry 去多問幾家坊間的保養廠 應該有那種翻修件 換一隻幾千塊而已喔 應該就可以解決你的問題好不好 給您參考 好我們就下一位賴欣先生哈囉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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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請講 不好意思我不是要來問修成的問題 可是我是要跟你說謝謝 因為我對台灣的機車我實在蠻生氣的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成長朋友 是 那我要講的不是說他們騎機車怎麼樣 我覺得你們騎機車要有點道德 嗯 我們是走在路上的人 是 那你們要尊重我們一下 是 就是我意思是說 人家是走在路上的人 嗯 那你們要騎車你們就騎過去 那會都不管我們的死活 那我感覺很不舒服 是是是 那另外一點就是你常講的那個爬氣管的問題 嗯 因為我們 你們是有勢力的 我們是沒有勢力的人 是 所以我們很需要靠四周圍的誰 那你們爬氣管這麼大聲 其實很影響我們的 喔 喔 喔 您的意思是說 像您是勢力方面的障礙 還是聽力方面的障礙 視力方面的障礙 喔 所以你們很依賴聽力來變位就對了 喔 OK 所以你就繼續罵了 他們那些太過分了 你說你要改裝什麼就算了 啊 排氣管不要那麼大聲 OK 好 謝謝您 呃 我很謝謝這位產障朋友提到這樣的看法 這倒是也增強了我這一點的point 因為我是一般的民眾 這個排氣管造成這個噪音的一個污染嘛 那會很嚴重 那當然沒有想到還對這個殘障朋友 這到我還之前沒有想到 真的 因為一般我們的common sense 當然這我不是醫生 我也不敢說我說的一定對 比如說 如果說是這個視力不好的朋友 他的聽力不僅說對他來講很重要 而且聽力還會特別的好 就像這個你如果耳朵不好的話 那也許你的視力會或嗅覺會特別的好 這是一般我們對這種生理現象 我們的一個直覺的看法啦 那如果照該的朋友這樣提的話 等於說他們的聽力對他們來講是很重要 他們看不見嘛 那二方面他們聽力一定特別好 所以今天一些的噪音 不管是不是氣汽車造成的 這個噪音對於一般人來講 比如說造成的傷害 比如說一到十 比如說這樣的聲音 對我們一般人是已經造成一到十 造成五的一個干擾了 覺得很受不了 就像我每天在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受不了 非常痛恨那一些改裝排氣管很大聲的氣機車 氣車也有份啦 不是只有機車而已 那同樣的這個聲音對我來講是五分啦 但是對這一些比如說市長的朋友 他聽力特別好嘛 他靠這個來辨認他的走路的方位啊 那對他們的可能是八九 哇那是更是痛苦啊 所以呢這個 我剛才前面不是有提到台南嗎 那個賴清德市長 他是針對啊 因為有人這個double parking triple parking 那使得機車要閃躲這一些並排停車的時候 造成撞擊 然後去開這個罰單 那在台北市我非常強烈建議我們柯P市長 你也學賴清德市長啊 至少你維廷也來開始做這件事情啊 那其實我們很多社群嘛 其實有時候當然我們每個人都自己很多很多好朋友啦 那所以我們很多社群嘛 那今天很多我講的話 有時候就是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他們可能就是我講的那種人啊 但是沒辦法 有時候得罪人也是要講 像這個有些社群他們就會提醒喔 喔這個要開始抓並排停車喔 這個不用提醒喔 盡情舉發喔 大家要小心喔 不要成為冤大頭喔 我記得這種LINE的選單都是好朋友發的啦 一方面覺得又好笑 一方面又好氣啦 就其實做這種事是好事是對的 今天如果說你被取締被吃了一張罰單 鼻子捏捏捏捏捏捏摸 趕快簽一簽去去繳錢吧 下次你就警惕自己就不會這樣做 那你不會這樣做 第一個你就比較沒有機會造成他人的車禍 你也比較沒有機會自己被人家撞 就算是你出發你是怕罰單沒有關係 大家都是因為怕罰單之後都做成都做成守法的民眾 守法之後大家都守法你也不會不爽嗎 那他都這樣我怎麼不行 那每個人都為庭我怎麼不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關鍵還是在於 名氣要告訴我們的執法單位 告訴我們的公權力 我們希望你們這麼做 我們希望你們增強執法的能量 所以賴市長那個大家很多人也在講啊 三分鐘熱度啦 我真的希望賴市長能夠堅持下去 那其他市的市長包括柯P市長 全部Copy過來吧 這才會是我們市民之福 我們休息一下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我是龐德 那我們現在到8點了 還有半個小時時間 依然是開放現場COIN的COIN電話是0283693398 今天我也有點驚訝 就是之前我其實對這一種汽機車 這種胡亂改裝排氣管 造成他人的噪音污染 我也常常在提出我很強烈的一個批評 但我批評不是要批評我們的民眾 是要批評這一些腰桿停不直的官員 我常有時候偶爾會問警察 欸那你有沒有看到那個魔神要衝過去 這我自己遇到的啊 那警察 理都不理我完全不回答我 就是在那邊準備要抓那個違規左轉的什麼員警 我就過去 因為剛好我走過去然後一個魔神 就是把啊 年輕人這樣 我說欸欸不好意思 長官像這種你們 他也不說不但是他理都不要理我 所以當然 當然我常在講這個 我覺得聽眾朋友常對這個部分的議題 从大家call in内容来讲 似乎大家对这部分兴趣不大 有时候我也觉得有点难过 不过今天似乎大家还对这个议题感觉到蛮热烈的 还有我们的视障的朋友提出很强烈的一个批评 说这样的对尤其对他们视障的朋友 造成很大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光就我们这一些视障朋友 因为这一些汽机车造成的噪音污染 我们就应该很快的很有力的去制止 压制这一些在大街小巷穿梭的这一种噪音 非常非常大的这些汽机车 真的应该do something 我觉得真的应该do something 如果说我们今天节目有某些跟这个有影响力的官员 有听到的话 真的希望你们家家有 台湾的环境真的光改善这一点 我就很感谢你的其他孩子慢慢来吧 我们看这些Coin的朋友第一位是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你好 吴先生你好你好请讲 吴先生你好你好你好请讲 吴先生我想要先请你 就是这样就是再帮我分析一下 那个Toyota Alpha跟那个Zienna这两台 Toyota什么? Alpha? 哦你说那个箱形车 吴先生对对对跟那个Zienna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你讲到 其实我是一个职业驾驶人 那其实但是我上下班也是寂寞的 其实你讲的我觉得都蛮对的 然后尤其是很多改装的他会把那个排气管拉高 那有时候其实骑机车有时候很热啊 灰尘已经很难受 可是很多这种年轻人他们就是把那个排气管就堆在别人那里 哦对那个 红绿灯 噴气很强啦 对 就是 嗯 是还蛮忍受不了 然后另外刚刚那个小姐讲到 我觉得说 其实像我们直接驾驶人每天在路上 我觉得我们台湾最重要是说 你考驾照 就是没有像日本那么严格 那我觉得年龄还是吉 可是我们的驾照太容易取得 嗯嗯 OK 你上路之后就几乎等于是没有那么法力 因为年轻人考到驾照之后 就是就像你刚刚讲 都是学同才改装啊 大家我也不会就跟人家也不会讲 嗯哼哼 好谢谢 其实针对这一点呢 我我我个人的看法 我倒觉得说 这个当然啦 驾照不应该太容易取得 这是绝对是对的 那很多地方 政府一直在变民 很多地方变过头啦 就像我之前讲那个 监理的事情验车 为什么一直要变民去验车 那你方便干脆就不要验了 通通不要验 有缴税就可以上路 就这最便民嘛 为什么要验车 验车本来就是说 我们要 要规法 规定一些事情 要强制用车的人 follow一些准则 哦那现在为了便民 让大家附近就可以验车 找了一大堆这个民间代验厂 民间代验厂 它为什么要做 要赚钱啊 那你说正规的那个那个检验 检验那个监理所 它不是它是执行公务吗 这个差别非常非常大 那你就啊这个为了大家方便验车 哦让大家这个附近的修理厂都可以有代验 这什么烂逻辑啊 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你就给我乖乖的 我们每个辖区 如果说今天真的哦 因为车车辆很多 想办法盖啊 再盖监理所 再增加去想办法嘛 税是你在用嘛 而不是找民间代验厂 那摩托车更糟了 一直都是民间的啊 机车行一个 一个机器 对不对 那你这些老板 他又要做你的生意 他又要验你的车 想就知道这个会有问题嘛 你在怎么跟我讲说 你有什么 什么控管的能量啊什么 没有人会相信的 所以 虽然说今天很多民众 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也支持啊 但是我觉得 说实在的哦 大家还要加油 因为这件事情盘根错节哦 真的要突破这件事情 真的所有的民众哦 我觉得这个声音 真的真的要出来 真的不要再让 沉默的民众的意见哦 被少数声音大的人给盖过 这是很可惜的地方 困难地方是028-369-3398 我们接着听刘先生的电话 您好 喂 您好刘先生 我在e-tag上面哦 我觉得说 是他们那个 远通电售他们那边的 电子处理的一些个 机制方面 可能会产生某些 某些方面的问题 那我自己的车也没有装e-tag 不过 我就有像你 先前那个小姐打电话进来的 那位小姐的经验 就是后来她通知我的时候 嗯 就要被收那个所谓的50块 还是70块钱的处理费 我就问过他们远通电售啦 嗯 我说他们处理程序 对于这些没有装e-tag的这个价值 他收取那个被侦测出 那个高速公路上的通信费 这个处理 后端的处理是怎样 嗯 他们是说啊 嗯 会先用平信来通知你 嗯 是欸我在听人讲啊 我在听 就是说他们会用平信来通知你 那如果说要我们付那个平信通知的费用 嗯 那那是 那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值嘛 欸那我请教你啊 那如果我们到Saven去 去按按那个e-bomb的话 会不会跑出来啊 没有 你有试过是跑不出来的 没有 这一端可能牵涉到他们跟那个交通部 跟国家的这些个这个 车级资料单位的连线的问题 嗯 OK 好 好谢谢齁 其实这个 这个就是当时回归到就是说 如果没有办的人 应该要怎么办 那当时我 我记得啊 当时在吵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 为了怕被骂齁 所以就让这些 没有办e-tag的人 其实也是可以透过 没有太多的负担喔 也可以轻松缴款啊 那当时我 我也觉得说这是有点自打嘴巴嘛 那你就是让乖乖贴的人 后来发现说 那我根本不需要贴 我干嘛贴呢 那如果说你今天透过国家的政策 或者怎么样认为说 要贴e-tag走这个程序 就是我们国家既定政策 你就必须要配合 不配合的你就会有罚责 或者是又要多手续费 如果这是这样 是这样 这个是和立法 程序有走完的 那你就硬着脖子干啊 就这样啊 你不贴 你就等着 等着多多手续费嘛 但是当时又没有这样做 所以当时才觉得好笑嘛 那你到底怎么样是做对的 什么才是对的 那现在 以目前该听这两位的空女朋友的意见 和我自己的经验看起来 那也许呢 这静悄悄的 因为很久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了 可能就会进入说 你没有贴e-tag的人起面 是不是已经悄悄的 也变成呢 你要负担一些 有贴e-tag的人不需要负担的费用 比如说呢 缴费的手续费 比如说这个通知的这个 油资的费用 嗯 所以今天呢 透过这个节目中大家call in 我想我明天再打个电话 好好问你一下远通电收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下周节目 我再跟各位做一部 我所了解到的资讯 你来跟各位做报告 好我们接着听这个陈先生 欸你好 喂 欸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我基本上啊 你是要follow前面这 这几位这个 是是是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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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過不去的 那如果說我們國家今年ETC每一年的欠費兩千多萬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讓非常多的這些 有心機的人,就是他能夠逃入這個ETC 那第二點呢,就是我非常推崇龐德兄的說法 就是說路上的這些車呢 跟摩托車跟汽車的違法 其實警察通過警察的面前他們都視而不見 其實是沒有法,不是沒有法,而是他們不執法 是是是 老百姓呢,是很無辜,很弱小的小蝦米 我們沒有辦法對抗大金魚 只有你這一種有第四權所謂行政立法執法之外 媒體權是第四權的人才有辦法去要求政府來確切的執法 就拜託龐德兄了,拜託拜託拜託 謝謝謝謝,好謝謝不敢齁 其實不敢啦齁,你也不用拜託我 其實我長期在節目中,我就常常提出這樣的一個看法 就是,但是我也絕對相信 我覺得比如說警察同仁 他們,你真的私底下就問他 他也是一肚子苦水 我相信是這個樣子 去真的去,像我剛剛講的那個警察 這是他被交付的任務是要抓那個 我如果沒記錯,應該是違規左轉還怎麼樣的 但他是穿警察制服 那我就在想,如果說今天在他面前發生一個 比如說一個爬手 爬手 不要叫爬手啦 一個富人被一個飛車搶了皮包 他警察他剛好在現場在抓交通違規 他應該要衝過去抓那個小偷吧 照理說是這樣,現行犯嘛 但他可不可以拒絕說 我今天被交付的任務是 我必須站在這個地方 去抓違規左轉 好,那現在同樣的態度 如果轉過來看 那你對不對 這個摩托車 並並並並並 或這個 這個汽車並並並並 這個不用什麼 看什麼分貝 一看就知道是違規的 那也現行犯 你要不要抓 那不是我的任務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為什麼在 如果說 你也很恭維 我謝謝你 如果說媒體真的發揮力量的話 我覺得就是我要不斷呼籲 呼籲的是讓民眾聲音要出來 讓這一些執法的人 或制定公權力的人知道說 哦,原來民眾是在意這件事情的 他做這件事情 他交付任務給這警察 或者說環保單位 很積極強力的取締 路邊隨時攔檢 不要只抓酒駕而已 攔檢 馬上進行舉罰 分貝值拿出來 馬上罰單 讓他感覺到民眾是希望他做這個事情 做了之後呢 哎,民眾是給予掌聲的 他選票是增加的 我就要讓他們聽到這件事情 而不是我剛才前面講的 我們說臉書大家會講 啊,沒有人要碰這個事情啦 碰這個倒楣啦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就比較不好了 哦,我們要先進一下廣告了 哈囉,歡迎再次回到汽車俱樂部 我們最後一段 我們趕快接這一位是趙先生 哈囉,你好 嗨,長者,你好 是,你好 我想請問一個就是維修方面的問題 是,嘿,你說 我的車是保濕的308 是 那之前有一陣子就是 它的ESP會一直顯示說 ESP故障 然後偵測不到 或是就是顯示有問題 那它還同時發生就是 早上發車的時候會發不動 那就顯示說 防盜系統故障 那我後來有去回原廠 它也是換了一組那個 有點像行車電腦的東西 是在方向燈撥桿裡面那一組 那換掉之後我以為就會解決了 結果繼續又發生一樣的問題 是 然後我想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需要用從什麼方面去檢查 或是我該怎麼修會比較好 OK,好,謝謝 其實這個 譬如舊,就是發系的車子 一直會有存在良率的問題 那當然也說實在的 這幾年德國車 這個良率不良的情況 也在極起直追法國車 這個應該聽懂我的意思 但法國車絕對是主事業 就是它一直存在這種故障 故障高的一個問題 而且這故障很多是其他車子不會出現的 一般我們常見的就是什麼 吃機油啊 這個啟動馬達 或變速箱不順啊 代速不順啊 就是法國車常常不是這一些 這些它也有 但是就是像比如說你剛才提到這種奇怪的問題 也難修 那你問我說該怎麼辦 實在的 你應該講到方向機裡頭那個東西 它那個就是它那個防盜 防盜的晶片讀取的那個機構的問題 像賓士的C-Class W203這個車子 也是出現很多這種問題啊 就那一款車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你鑰匙轉它不理你 它明明鑰匙是對的 但它沒有辦法辨認哦 嗯 你說要怎麼辦哦 說實在我認為你也不能怎麼辦 你就等它下次再壞的時候就再壞一組 蛤 怎麼這樣 那真的就是這樣啊 那你今天如果說啊那我放棄防盜好了 防盜把它取消 你今天如果說是一些的日本或者是德國的主流車款 的確坊間有這樣的服務 如果不要搞煩了 我就從那個引擎電腦裡頭去取消這一個防盜的功能 那你要知道你的車就沒有這個晶片防盜功能 但其實車也不是真的每天都被偷嘛 那至少你就永遠不會產生因為晶片讀取不良無法發動的情形 但是譬如就這種車的話 我的了解就沒有人可以做這樣的服務啦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這個風險一直很壓迫著你的話 我的建議是你忍痛把它給賣掉吧 那去換日本或德國品牌的車子 就會這部分的煩惱會少得許多許多 我知道我這答案你可能不滿意 但是以我的立場我只能這麼說 好不好 您參考看看 我們就下一位信心師你好 你好 你好請講 我想總結前面那麼多人講關於交通這些問題 是 我是希望大家能夠要麼就是完全不理他 如果你做得到 不然就是實地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什麼事情 就是大家都沒辦法忍受啊 那所以你要透過選舉的方法去壓迫球 其實你看以前里長去告訴議員 要求立法委員去換選條 請他們去做這樣的這種事 因為每次我們的選舉很多嘛 尤其是大家 只是每天聽那些評論人物 政治人物都講習講 然後講的東西大部分都假的 那對於這些所謂 真正已經影響到你的生活的事情 你卻目不關心 那就寧願去做那些 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 何不把你的利息 劃在這一方面 就是請里長去轉大議員 轉大立法委員 讓我跳不投給你 OK 好謝謝 這個是 但很實際的做法了 但這個邏輯 就跟我剛才在呼籲流響 也是類似很感謝你的意見了 就是 我覺得這個聲音是要讓那些人聽得到 所以我們是在意這個的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媒體 整天在猜誰要不要選 什麼16 誰要 你真的問我 我覺得無聊透了 我現在幾乎不太看了 那要不是因為我常在媒體上要發言 還是要跟著社會脈動 那我還是要必須持續關心 關心國內的這些新聞 要不然我真的是一點都不想看 國內的這些新聞台所報 播報的節目 播報的內容 真正無聊透了 那我現在最常看的其實是BBC Knowledge BBC Knowledge裡面節目呢 真的每一台都非常的好看 又知識性 又幽默風趣 又可以看到人家節目製作的一個風格 跟這個規模 反制國內這一些談話節目裡面的這些內容 當然我也是其中一緣 大家也可以嘲笑我 沒關係 就是顯得真的是格局小了很多 但是不管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生活品質要求的話 就是也套一句我之前講的 就是比如說我們當選市場的時候 講那麼多我都不關心 什麼什麼這個蛋啊 那個什麼什麼電子廣場 那跟我們太遙遠了 只要哪一個人出來講說 他上任他絕對嚴格執法 這種汽機車的亂象 我就投他了 其他都不管 你就管這件事情 我就投你了啦 很可惜喔 這個事情一直沒有發生了 這個小小的看法 然後我們接下來一位是賈先生嗎 你好 你好請講 你好你好你好請講 我想請問一下 我是Panelry02年的齁 是 我那個賽事在冬天的時候 不開冷氣齁 他是800很正常 嗯 是 如果我一開冷氣的話 他就忽然間會掉下來又浮上去 掉下來又浮上去 喔 上上下下的 我那個節氣門已經去換了四顆開太的 還是一樣 他都沒有效啦 我不知道這個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你換了四顆還是一樣 對 我換了四顆還都一樣 OK 好謝謝 其實這個開冷氣要提速 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從他動作去想 可能是什麼地方故障 就你今天冷氣模組 你按AC 或是壓縮機啟動的時候 他這個訊號就會透過你的引擎控制電腦 好 讓引擎控制電腦知道說 因為我多了一個負載 我必須要提速 然後呢 引擎控制電腦在接收這個訊息之後 他又會把這個提速的這個動作 好 去傳到你的這個節氣法跟代速馬達 好 讓你代速馬達知道說我要做提速 他這個過程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應該提到說 但最常見是機械方面的問題啦 就是你代速馬達或者你的解氣法 好 那個地方有這個這個動作不正常 好 或者是污染的問題要清潔 但是如果說你這個東西你換了四顆 還是一樣的話 那可能就要排除 因為雖然說台開的 但是四顆都都都都壞的機率不大了 好 那你還是會造成這樣子提速不穩定的情形的話 你可能叫朝向好 朝向第一個看你的真空真空的這個 旗管的部分有沒有漏真空的情形 這個我之前節目講過很多次了 請他們去檢查 然後再來你就要去懷疑啊 如果說也沒有的話 你就要懷疑是不是你的引擎控制電腦 或者你的這一個冷氣控制電腦 它輸送的訊號 是有問題的 使得你這個節氣法或你的代速馬達 它接收到這個提速訊號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才會有這種上上下下飄動的現象啦 所以修車其實說穿了就是東西一樣一樣的換 那也索性呢你這個車子呢 這個拆車零件不難找 好 那你就這個代速馬達 換起 然後再換電腦 再換這個模組 電腦 這個冷氣模組 總有被你換到的時候 這個修理程序大概就這個樣子給您參考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進行到這個地方 首先也很感謝大家 終於對這一些跟生活品質的議題 比起以前更是有關注 那我們下禮拜 和以後呢我們都繼續加油 我們下禮拜見拜拜